五都选举蓝绿大战分天下 捉对以厮杀 近身肉搏超激动 9月13号起 中天官网直播平台 五都群侠online 暴重播出 张信玉主持 伺服器全面加开 求职的这个场上呢 有很多的陷阱 不过大部分受害的是女性 而这个故事当中不一样 受害的是一名男性 在台北先淡水 这名男子在聊天室上找工作 就在网路中碰到一名男子搭讪 说要把工作介绍给他 约在家里见面 他想对方也是男性 他毫无防备 没想到到了家里之后呢 那么对方在啤酒里面下药 对他性侵害 就是这名男子 9月10号凌晨 骑车到网友家 结果却是带着啤酒和安眠药 准备迷婚才刚认识的网友 嫌犯 期待有关相关安眠 镇定计制 被害人的租务处 并借以啤酒 与被害人 劝被害人引用完以后 被害人急昏迷不醒 64年次住在三重的陈信男子 10号晚上在网路聊天室 看到一名网友 用找工作当昵称 于是就以介绍工作为由 要和对方搭讪 还说要到对方家里谈 才比较清楚 想不到这名网友 不宜有他 约陈信男子到淡水家里 不但被迷婚 DV信卡现金被偷光光 甚至还遭到性情 被害人本身是有怀疑自己被性侵过 所以说像本分局报案的时候 有本分局互送就医 采验血液及相关的医疗过程 警方过滤监视器 终于在三重抓到陈信男子 在警局面对媒体不发抑郁 警方怀疼可能相同手法犯案 不止一件 正继续追查当中 中央新闻邓杰 赞建志台北线淡水采访报导